西方保守主義思想代表Edmond Burke的論法國革命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Edmond Burke 博克是英國人,來自愛爾蘭 他是政治人物,是學者 他的年代大概是18世紀 所以他的生平經歷過美洲革命、獨立 或者就是美國獨立革命 以及法國大革命這兩個最重要的革命 而他的思想也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呈現 他常年擔任了國會議員 但是他並沒有做到很大的官 但是這同時他寫了很多文章 這些文章有政治性的、有哲學性的 他的學養可以說是不可思議 而他對於法國革命的評論 後來成為了西方保守主義思想的代表 或者我們可以說其實保守主義思想 有很多內容、主張 就是由Burke說的 某種程度上Burke被視為保守主義的大將 這個大將的意思是指他非常的有能力、非常有知識、非常有學養 所以其實不同意他的人、不喜歡保守主義的人 經常也不敢批評他 因為沒有那個能力 不管是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多元主義者、後現代主義者 他們比較喜歡批判所謂的保守派人士 就是可能作為比較專制、思想比較僵化 這種人的毛病比較好挑 但是基本上沒有人敢直接的去全面的說 Burke的思想是什麼 第一,因為要了解就很難 第二,如果真的有能力了解的人 基本上也不會反對他 那我為什麼要錄這個影片呢? 它的源起其實是因為 我有一個學生在2020年1月18號 大概是昨天吧 考了學測 他從去年或前年開始 有時候會問我一些對於台灣政治問題的意見 那我對他的意見基本上就說 不要管那麼多好讀書啊 這個社會很亂 但是後來他跟我講了他的困擾 他是說他覺得他天生好像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人 所以他對於比較流行在社會輿論上 或者是同學之間的主張 他心裡面總是覺得有點難以溝通 可是一方面他沒有辦法直接說出流行的主張錯誤在哪裡 因為他整個受的教育就是支持民主 支持人權作為前提所設計的教育 第二,他找不到人講這件事情就對了 所以他會問一下我的看法 那反正經過台灣這一兩年的一些問題 到了最近他表示他對於Bug這本書有點興趣 所以我就想要做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有點奇妙的安排 因為當年Edmund Burke為什麼會寫成這本書 是因為1789年的時候 法國國民會議成立 所謂的法國革命開始了 當時有一個不知道年紀多大 應該是青少年吧 一個法國的青年 住在巴黎的青年 寫了信 跟Bug請教說 請問你對於法國政治局勢的變化 有什麼想法 所以Bug一開始是為了回應這個青年 而寫了信 沒想要信一寫下去 引起對方更大的興趣或求教的態度 所以Bug就繼續寫下去 越寫越多發現這個東西已經超出了 私人限定的規模 所以最後演變成一本書 所以這個奇怪的安排 就是Bug當年是因為這樣寫的這本書 而現在過了兩百年 有一個高中畢業生 還沒畢業了 可能快畢業了 而問我對於政治問題的想法 又說對這本書有點興趣 所以我覺得這有點責任 另外一部分其實是我想要表達的就是 我現在要介紹的東西 在現代已經越來越少了 而在東方或在台灣 可以說是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大家喜歡攻擊保守派的人士 說他們的行為多少愚蠢 但是保守主義跟所謂的看起來保守的人 其實某種程度可以說是兩回事 例如說有一個人 他年輕的時候很窮 好像很主張社會主義 後來他賺了大錢 然後開始態度變成保守 然後我們就稱呼人說 這種人叫保守主義者 然後覺得他前後不宜 前後矛盾 他是既得利益者很糟糕 要挑戰這樣子的人的毛病非常的簡單 問題是在於政治主張的對錯 不是以某人的行為 他個人道德修養作為評判 而是你要整體去看 這個思想是不是完整的 這個理論是不是周全的 相較而言 要支持自由主義 要支持民主人權很簡單 喊個口號就可以了 要了解保守主義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保守主義沒有喊個口號就可以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支持的人越來越少 因為需要讀書 需要下功夫 而且很重要的是要面對人性 有醜惡的一面 在這種狀況之下 要怎麼樣盡量做比較對的事情 所以這個書名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and on the proceedings in certain societies in London relative to that event in a letter intended to have been sent to a gentleman in Paris by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前面這書名嘛 反省發生在法國革命 為什麼不說法國大革命 因為當時誰知道那是法國大革命 誰知道那後來有那麼大影響 還有的是 後來有一些倫敦的societies societies這個字其實就是團體 其實就是某些人 的一些作為相關於 與法國革命相關的一些作為 所以這是他寫的信 作者是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Right Honourable 因為他是國會議員 這是他的稱號 好 所以今天要講的就是書的序言 這個書的講序言之前 我稍微介紹一下 例子背景 剛剛已經說了 法國革命剛爆發的時候 巴黎有個年輕人寫信 來問Burke的意見 所以Burke第一封信 是寫在1789年的10月 那1789年10月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呢 這也列了 在1789年5月的時候 路易十六因為沒錢了 所以召開三集會議 第一、第二、第三集 那第三階級就是平民的代表 第一階級應該是 反正一個是貴族 一個是教會 到了6月的時候 因為第三階級自己不滿 就跑去成立了 國民會議 National Assembly 發布了很重要的 所謂的The oath of the tennis court 網球場宣言 到了7月開始呢 巴黎群眾開始加入了 搞暴動 攻陷了Bastille 城堡 或監獄 決定將三色旗 視為他們的旗幟 然後接管了整個巴黎的政府 群眾開始加入 法國貴族開始流亡 開始有各種 搗亂、搗毀貴族財產 暴力事件開始出現 到了8月的時候 國民會議制定了 所謂的人權宣言 但是其實嚴格來講 它的全稱不是叫人權宣言 不過這裡不是現在的重點 所以巴黎一開始寫信是 1789年10月 好 這裡第一張圖呢 就是三級會議 在哪裡開的 忘記了 應該是凡爾賽宮吧 我記不太清楚 應該是 看這個裝潢這麼好 那 所以國王坐在最前面 看得很清楚吧 那 階級的話 有穿著教室衣服的 有穿著貴族衣服的 那 其實你會發現 奇怪一點就是 你看不到平民啊 到底第三階級 平民代表在哪裡 其實這裡要講的就是 所謂的平民代表 其實不是真正的平民嗎 能夠當代表的 基本上就是有錢的平民嘛 所以 你看不太出來 我猜 應該是坐在 比較後面的人 那 因為大家都戴假髮 所以 整體而言其實 感覺像是 有錢人在開會 那 大家在歷史 課本上面都學過 因為 三級會議是 用階級來投票的 所以 經常都二比一 第三階級後來 就不滿了 就跑去 其他地方 成立了 國民會議 發布了 網球場宣言 接下來 群眾變得 越來越 激動 於是攻陷了巴士抵禦 所以 這個就是 法國大革命 已經開始出現 一點點端倪 就是 群眾暴力的事情 但是整體而言 這個時候 剛發布 人權宣言 看起來 那個 啟蒙運動的理想 很美好 所以 這是一個 初期階段 的狀況下 Edmund Berg 開始寫了 這個信 好 那接下來 就要開始講解英文了 欸 還有這個 是那個 人權宣言 所以 就是這四張圖來說明一下 當時法國大革命發展的階段 好 接下來就要開始講解原文的部分了 那我 從這邊開始 口氣就會比較像是在 跟一個對象 講話 那 那 嗯 Edbook寫的英文很高級 我也不是都能懂 所以 就是盡力 盡力而為吧 嗯 一開始 其實今天要講的就是他的序言 序言 序言裡面比較沒有什麼思想的問題 其實大致的背景就是在解釋他為什麼 從寫信變成了寫書 那現在就一句一句來看 我會先一句一句講解然後最後再整體而言的用口頭翻譯一下 那這個就是 雙重否定 所以就是 It may be necessary 所以我必須要 呃 跟讀者說 以下的reflections 反省呢 起源自 通訊 誰跟誰的通訊 就是作者 作者就是指Burke 還有一個 在巴黎的非常年輕的人 我也不知道對方到底是法國還是英國人 那這個年輕人呢 Did him the honor Did him the honor 這個him是 是Burke Did him the honor 就是 就是說 願意給他 這個 這是一個榮幸 這個榮幸 就是表示這個年輕人很尊敬 Burke 所以希望 Burke可以表達一下 他對於這個 重大的事件的意見 那 這個事件 在當時 以及後來 吸引了 所有人的注意力 The attention of all men 所以 接下來呢 Burke就來解釋 An answer was written sometime in the month of October 1789 And it was kept back upon potential considerations 那Burke說他在1789年10月的時候寫了回信 但是好像沒有馬上寄出去 是出自於一些慎重的考量 The letter is alluded to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ollowing sheets 所以 一開始的這封回信 就是會放在書的前面 It has been since forwarded to the person to whom it was addressed 那反正就是寄信給那個年輕人了 The reasons for the delay in sending it were assigned in a short letter to the same gentleman 後來他又寫了一封短信 跟對方說明他為什麼持寄了這封信 那剛才已經講了他有一種 出於比較慎重的理由 所以這個信會說明那個慎重的理由是什麼 This produced on his part a new and present application for the author's sentiments sentiment是感受 那sentiment到底是感性還是理性呢? 其實這就取決於你是一個感性過剩的人 還是一個理性的人 一個理性的人的感受 其實也是理性的 所以Burke在這裡面說他的sentiment的意思 其實是某種程度在表達 這是他的感受 那其實是情理兼備的 那這個this produced on his part 這個his就是指那個年輕人 意思是說年輕人收到了Burke的回信 那這個回信一開始並不長 可是他收到這個回信以後 他覺得Burke寫得很好 所以他出現了一種新的期望 或更加迫切的希望Burke能夠多說一點 The author began a second and more full discussion on the subject 作者 作者就是Burke 這是用第三人稱的方式來表達自己 因為古人常用這種方式這樣 就不用一直我我我的 比較優雅 比較客觀 這次是有意見的 這一次他有意見 也有意見 這個意見 他有意見 而這次發生 事故事 他發生 那些事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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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質詳重於 比較期待 多一些 事實質 於 那時間 他在那時 他有意見 to bestow upon it Bug说他本来有想说 可不可以在1790年的春天 The last spring出版 但是呢 这个课题 Gaining upon him 是说 他思考这个问题 那个规模越来越大 He found out what he had undertaken 他发现他所要承担 也就是要处理的这些问题呢 不只是远远的超过了一封信的规模 而且 It's important 就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也需要更多仔细的思量 而在那个时候 At that time 他呢 自己并没有多出来闲暇时间 可以做这件事情 However Throw down his first thoughts in the form of a letter And indeed When he set down to write Having intended it For a private letter He found it difficult To change the form of a dress When his sentiments Had ground into a greater extent And receive another direction 他说 可是呢 当他开始 就是 把这个问题又写成信的时候 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写了 一开始的时候 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私人信件 虽然他要进一步的讨论 却发现 这个东西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多 然后开始出现了其他的 深论的方向 Another direction 就是已经更深入了 可是写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他发现 He found it difficult To change the form of the dress 是指 因为他在写的时候 他都是以对象 他是用信件的方式 跟对方讲话 他发现他已经 很难改变这种行文方式了 就是信件 不能突然变成一个论文 所以 a different plan he is sensible might be more favorable favorable to a commodious divi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his matter 那所以他觉得呢 比较好的做法就是 继续写下去 然后把这个东西 讲得更 commodious 就是更宽 更有规模 更宏大 那distribution 就是分配 分配的意思就是 其实就是继续 继续伸展 继续发展 他所要论述的课题 那 所以其实这个序言 是很简短的 他只是在解释 这本书的源起 跟写作的文体 关于进一步 他对于法国革命的想法 到底是什么 那就要从下一页 细细读起了 对于法国革命的想法